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江大历届最优秀的校友 他凭一己之力 将大夏的GDP拉高了几十个排名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让全国人民 甚至全世界都为之震惊的奇迹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欢迎江大的骄傲 大夏的骄傲 白龙王十三登场 今天很荣幸来到江北最好的大学百年校庆活动 我其实从大学毕业也才不到八年 大学生活仿佛还历历在目 今天我只说三个故事 不谈大道理 三个故事就好 第一个故事 食吃苦 世界上最无耻最阴险 最歹毒的赞美 就是用穷人的艰辛和苦难 当作励志故事愚弄底层人 歌颂苦难比苦难本身更恶毒 这是我分享的第一个故事 正当所有人还在努力消化十三刚才说过的那番话时 十三又俏皮地说道 这段故事的观点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 只要你能吃苦 就有吃不完的苦 溜溜溜溜溜溜啊 你妹的本来正醍醐灌顶着呢 结果你来了剧这个 差点把我笑喷了 不行了 我笑得雄疼 第二个故事 关于死亡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 我梦见自己取了一个伏地魔 被他全家吸血 为老儿子我忍气吞声 结果最后查出来 孩子也不是我的 最后我含恨而终 然后梦醒了 那一刻 我领悟到 人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我要为自己而活 活着的时候 顺心而为 不要害怕任何人 任何事 因为他们终将和你一样 会死去 好了 最后一个故事 可能也是你们最关心的故事 如何能报复年 大家放心 我不会跟大家讲公话 套话 不会整那些虚头八脑的万金油 第一个办法 买地都的房 而且要早买 多买 十年后的地都房价 将能暴涨到十几万亿平米 哪怕是偏一点的地方均价 也能达到均价三五万 而且在未来教育资源 将会高度集中在地都 学区房的概念将会被炒上天 如果你肯相信我的这个办法 并且去实施 十几年后你会发现 你能比一般人少奋斗 至少二十年 地都房价能达到十几万亿平 咋可能吗 专家都说了 现在房价明显不高 肯定会降门的 而且地都现在买帮子给户口 以后就不给了 不可能啊 不给户口 谁还买房子啊 十三看着下面一片 不相信的眼神 但笑着点了一个学生起来 这位同学 我看你似乎有很大的疑惑 说说看 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办法吧 很有可能是为你的房地产公司 炒作利好消息的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 这句话一说出来 所有人都恍然大悟 都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你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咦 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像渣男啊 好 推一万不讲 我相信你的话 可是现在地度的房价 很多地方都要五千一平了 郊区可能都得一两千块一平 我们父母现在的人均工资 也就一千块不到 就算知道你的办法是好办法 我们也拿不出钱来买房啊 你考虑的不错 即使是现在知道我的办法好 很多贫困家庭也不可能有钱买低多的房子 我要说的第二个赚钱的办法 保证没有很大的风险 不需要很多的本金 单论收益率甚至比买房还高 只不过需要你们长久的坚持 哦 没风险 不需要大量本金 还能包付 有这种好事 是什么办法 很简单 默讯集团大家都知道吧 知道啊 陈师兄你最早的互联网公司 默讯TT TT游戏大厅 TT空间 TT音乐等等都是默讯的产品 嗯 我的第二个办法跟默讯公司有关 众所周知 默讯集团已经上市了 从现在开始 你们把所有结余下来的工资 除去必要开销和风险金之外 全部用来买默讯的股票 只要你坚持这样做15年 保证不比第一个办法赚的千少 陈师兄 你这是想忽悠我们买你公司的股票吧 哪有这种离谱操作的 剩余的工资全部买你压公司的股票 帮你抬高失职 你想得美 你们记住今天的演讲 因为很有可能 今天我说的话 将是你们这辈子唯一能改变和晋升阶级的机会 普通人 真的太苦了 十三就是想给他们一次机会 当一次他们生命中的贵人 但十三很遗憾一件事 那就是 相信的人只会是极少数 大部分人是叫不起他们的 最后 我送给大家一句话 作为总结词 求之若即 虚心若愚 非常感谢大家 另一边 贝索斯那边正在加班加点 Boss 我们的爬虫已经开始爬数据了 爬完数据后 技术团队会把数据上传到咱们自己的数据库 嘿嘿 十三肯定不知道 淘宝赤巨资辛辛苦苦搞的数千万的卖家页面数据 咱们爬虫爬了半个小时就能爬完 这给咱们省了一大笔钱呢 nice 告诉技术团队 这件事搞定以后 我给他们发奖金 对了 IP一定要勤换着点 在爬完数据之前 千万别被对方的程序大牛给逮到 好 我这就去吩咐 当乐涛的爬虫 开始肆无忌惮地采集淘宝数据时 淘宝的技术员早就发现了异常 马总 对方行动了 而且爬虫的速度非常快 不用半小时就能爬走咱们全部的数据 听我命令 反作弊功能开启 是 技术总监立刻敲下了一行命令 反作弊功能开启 一瞬间 把所有淘宝的页面数据变成了脏数据 半小时后 乔恩兴奋地汇报 Boss 所有数据已经爬完上传到咱们乐涛了 不光是答应跟咱们合作的淘宝卖家的店能全部在乐涛复制了 其他所有的淘宝卖家 只要他们想 也能一键在咱这边开店 没有任何成本 好 非常好 告诉那些答应来咱们这开店的淘宝店主 今晚我们就开始搞 就趁着13睡觉给他来个出奇不易 另外 马上去通知那些流量网站给咱们的乐涛店倒流 现在就支付尾款 快去 是 嗨嗨 很快 淘宝的中小型卖家就全部在乐涛开店了 等他们尝到甜头后 就是淘宝死亡的开始 然而 几个小时过去后 一直在观察后台数据的贝索斯发现了不对劲 怎么一点流量没导入进来 乔安 你钱给那些网站打过去了吗 打过去了 那些网站还把倒流的网址贴给咱们了 我检查网址了 没有错 可是后台一定点流量都没进来 这是怎么回事 Oh my god 怎么会这样 怎么了 Boss 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咱们的涛开的那些店 全部转链接去了淘宝 什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谁能告诉我 你流量钱都付了吗 全付了 付钱给竞争对手引流 这TM说出去 得让业界所有人笑死 谁TM让你付钱付这么快的 哈 well 乔安委屈的不行 明明是贝索斯让快点搞 让赶紧付钱引流搞一波事的呀 现在不是炒这个的时候 目前的状况是 我们已经付了一大笔流量钱了 每天那些引流网站都会按照合同给咱们引流 如果我们解决不了脏数据的问题 那最后不但钱打水漂了 还等于在源源不断地给淘宝引流 里外里等于损失了双倍的钱 安迪叫停了两人的争吵 冷静地分析道 把技术总监叫过来 很快 技术总监过来了 贝索斯也没责怪他 直接了当地问关键点 你能解决脏数据的问题吗 如果能 需要多久 能解决 只需要对爬虫脚本进行代码编写 过滤掉淘宝插入的链接即可 你就说总共需要多久才能完全解决问题吧 大概需要半个月 半个月 刚付的流量钱又打水漂了 这已经是最短的时间了 数据采集我倒是能速度快 但是我怕被淘宝查出来 再搞别的骚操作 动作慢一点 我能保证百分百不被察觉到 行 半个月就半个月吧 这比流量钱 我就当买个教训了 我都在13这买了几千亿的教训了 现在还是在被13教训 这TM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3 等我爬虫脚本改好了 就是你的死期 我们下午 下午 我们下午 感谢观看